新约圣经腓利比书二章六节 说到耶稣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这句话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 可以解释成 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仅抓不放 有一名牧者就说到 这是凸显主耶稣 他完全不沉迷于自己的权柄 所以呢 他能够完全彰显神救恩旨意 当中的荣耀与恩典 说到权力或是权柄 这是一种让人着迷的东西 五经中外 多少人为了夺权 可以不择手段 而且不只是在高位的人 就是小到个人的家庭当中 都可能充斥着这样的现象 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 就是为了要让自己 站上那权力的核心 然后紧抓不放 然而 耶稣本是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 祂的确拥有那样的身份 权柄和能力 祂大可以用他的权柄任意行事 但是 祂却选择为了成就救恩 放下身段 放下权柄 祂选择服侍人 而不是受服侍 祂的生命 选择十字架的自我牺牲 而不是牺牲其他人来成就自己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 是一种 不紧抓权柄 不耍特权 谦卑服侍人的心智与声量 而让我们想一想 今天 你 我 拥有哪些权柄呢 我们又如何使用这些权柄呢 当我们权力在握的时候 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是不是会仗着自己拥有的权柄 欺压人 挟制人 社会上常听见有人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老板 我是某某名人 我是老人家 我是消费者 我有花钱 等等等等 都在强调自己有权柄 然而 耶稣的榜样 是不要我们去享受特权 滥用权柄 乃是要我们去成全 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用这种眼光来看手中的权柄和能力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atgmail.com 52mtalkat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